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前任行政院体育委员会的主委 杨宗盒 杨主委 杨主委你好 主席林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好 那么因为奥运刚结束 那我们今年成绩也真的是不错 那这个另外就是说 全世界师傅都在替台湾赠名 那杨主委过去 也扳过这个冬奥证明运动 可真好笑 没过 不过好像现在的氛围 比以前更加的浓厚 时机越对了 不过我先从奥运的成绩开始讲起 我先请到主委就是 我们今年二金四银六桶 那么十二银的奖牌 当然这是优势以来最好的 那你感觉说为什么这次才好 我想要拿金白的这个成绩 其实要有进展的要耕耘 我们用很多神经国家 包括我们台湾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是可以这样说 今年是历年历界里面成绩最好的 但是我们还比较到其他神经国家里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我希望我们这次这个参修回到台湾后 我们也要去面对到未来 真正现实的一个情形 我想有很多比赛的过程里面 都是这样 总统召见后 那是应该是最高激情 我们当然想说这种对运动里面 发展大家的支持 可以持续 再持续四年 三年四年到下一次 甚至说久了十年台湾都是这样 但是这事实跟我们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未来就是要面对现实 我们要怎么去扎根 我们要怎么说 用一天两金 这个四云人的党 我们说用这次 全世界全人名和全全名两个国家 的林口所和他们得到这个奖牌数 我们来比较 我们就知道 其实我们这里还有很大空间 要去发展 第一个澳洲 澳洲 他是两千五百万人的林口 他这次拿到整个金牌 拿到十七个 他加加起来 他总共拿到四十六地奖牌 第二个国家是林口比较少 只有差不多六百万的 就是荷兰 他是正第七名 他林口一千七百几万而已 他拿到十地金牌 他所有金、银桶加起来有三十六地 你再想 我们来介意说这两个国家中间的林口 其实他们拿四十六地 拿这个三十六地 这顶着就在鼓励我们 有一个目标 我们还可以继续发展 最近很多人都说黄金计划 黄金计划 其实黄金计划是这样的 黄金计划 大家打拼努力 其实运动就是说你没资料 你没环境 要有好生前也没可能 其实这几十年 我突然说 年轻的一圆 三手、九年 其实都有现代化 有科学的概念 所以分年它的成效 会结架很好的 所以这里有很多事情 就是跟我们说 我们未来这个发展里面 可能就是说基壤 要怎么去发展 其实黄金计划 这个东西是安徒未来的 这个东西是在中国 中国开始说 中国在1959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刚刚我们台湾 去澳会 国际澳会的雏名 那年1959 中国它就发展 它说 我们这个 中国人 幼儿体能 很重要 专民的规律运动 也很重要 他说这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社区 和学校里面的 这些环境 运动设施 要去发展 他说发展到尾了 如果大家身心健康 大家都健康 他说这健康 就是人类 生命里面 最大的财富 这个财富的原本 叫做Golden 所以他就是 Golden 这个意思 这样来 但是我们现在 2005年开始 我们提委会 那时候就说 我2008 就是要拿金牌 所以就设立 要拿金牌 就开始就说 经费多少个投入 投入 那是真好 就说 按一个目标来走 但是2008 比赛落下的时候 让我们一个 一个欺识 一个取识 就是说 这种要拿牌 要有经过 很大的时间 你要直入 很沉下去 国方面 运科 运动医学 还有国外的 这种高联 来跟我们 这种来课识 来课我们的 山手 这样整个力 怎么可以进化去 怎么可以进化 所以这次 我们可以 在这边 坦白说 要感谢 政府的支持 这个房间计划 就三年 十二亿 还有这种高联 当地理解 在国家信念中心 这样 导入这个山手里面 最重要 那就是山手 山手 他感恩要吃苦 为个人 为国家 来打这个奥运 里面的这个名称 但是我就是说 最重要的就是 未来 我们要怎么可以 持续来发展 这可能是未来 大家要去 注意 要去了解 的一个课题 那河南跟澳洲 是怎么打到的 他们就是 支付他们就是 那个 我刚才说的 德国 他们的叫做 黄金计划嘛 他就是这样 基层 这样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 我们也说 我们现在 立正的这个性格 是比立正好 但是坦白说 我们还要有 发展的空间 我也想说 在这个时候 说一件事 山手 他未来出路 这是很重要 这一句话叫做 后运动员 后运动员 这是原文翻的嘛 我没做山手 后运动员 我何去何从 我要靠什么 会吃饭 这是很重要 之前有人说 未来 这个几年来 要倒入多少 奥运的山 去进去 这个学校 来做教练 做老师 坦白说 这个教会 可能 没去考虑 就是一件事 少子化 对 我们这少子化 未来的十年 不要说 这个 运动这一堂 不要说 体育科这一堂 所有的科学里面 师资 就是老师的需求 会减差不多7% 所以说未来的山手 要怎么塞到这个学校里面去 其实他们说 我大概也知道 因为我十几年前 在台语会 我就想过 一件事就说 这山手 你如果没法去做老师 没法做教练 你总是要有一个出路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消防员 都是运动山手去转的 所以未来的山手 如果要按岛的后运动员 他的生涯规划 这可能未来 我基本上是这样 应该是国防部 跟内政部 这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结果 有的结果 但是 这种不紮实的结合 所以我们说 跟国防部 跟内政部 好法来结合 这山手 你现在两天 你就没做山手 你就可以在国防部里面 有很多 他的性质 可以做的工作嘛 内政部的警察 也有很多 我简单说一个例 警察要抓坏的人 速度要很快 最早的就是 电击山手 对 帖籃也好 还有牛刀 台军这些人 他都有那些技巧 你如果说 有种好法 跟内政部来合作 我这山手 我没做山手医療 甚至说 没法去参加 奥林匹区就说 是一点点的要山手 你也要让他 可以有一个 我说 我没法带签牌 没法去参加奥林匹区 但是 既就我 我可以 另外一个地方 我可以 有一个头脑 我后面 年轻要弄一弄 这样我想 加上 山手本身 他要投入的意愿 会更大 另外一个就是 帖国的黄金计划 就是说 整个 运动的环境 整个都要去完善 这样有的诱因 可以吸引这个山手 下去 下去参加 投入这个温農 这个竞技里面 因为河南跟澳洲 我知道 澳洲的运动风气很强 是 因为各方面 他们全方位 全方位 那 澳洲跟河南是西方人 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是黄总人 我们比韩国 韩国也很强 是 那韩国为什么那么强 韩国 他们也是 这个国家里面 他们在1988年的 版国的这个 奥林匹区 对 你会记住 他那时候一个 slogan 他的口袋就说一句 体力就是国力 其实这个体力就是国力 韩国 现在他就去赴国 天然 你身心健康 你每个人 过你运动 你就有天然 天然体力就是国力 这就叫做财富 这就叫做高等 所以韩国 他真正 他就开始部署 在这个 发展这个 运动 这方面 所以1988年 这个韩国 要办 奥林匹区的时候 他就派很多 留学生去美国 去 去取经 就准备 他要办 这个 奥林匹区的 运动 其实要办 一个 世界奥林区 运动 对啊 要发动 很多 很多 方面的 人材 你说 历史方面 你说 这种文化方面 你说 国际的 交流 各方面 韩国 一直 走 台湾 走 很久 他们就部署 所以他们都是 有计划 来在训练 这些选手 是 嗯哼哼 是 那这个 所以 如果你看 三年后 就是巴黎奥运 是 三年后 你看 还有这种成就吗 我先前面 第一个要看 三年后 巴黎 每一个 一个主办国家 他会让我 选手几行 来比赛 像这次 日本 他就选 抗手 就是 这个 这个 竞赛的项目 啊 现在看巴黎 他会让他拽 都会 听说 街舞 他也要变成 一个竞赛项目 所以未来就要看 他的项目 跟国内的发展 有 这个符合吗 是不是刚刚的 我们的强项 所以这也是 给我们一个 KC啦 未来的发展 也是要 普遍性 不要说 都会 那样 来比 你看 2008年 2008年 北京奥运的时候 本地那时候 提友会的目标 是说要拿七枝金牌 看到七枝金牌 然后比赛逐游 你看到 两枝金牌 四枝金牌 下面有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台军 一个就是 寄账 一个就是 寄账 四面寄账 就是基隆裡面有第一名、第二名 禁要的問題取消 所以我們就逮捕去拿這個金牌 另外一個基隆也是第三名 第二名他也是 頭上也是還有人吃禁要 所以我們就逮捕去拿金牌 所以這個北京奧運的時候 我們就拿到一斤、一銀、兩銅 這個東西就跟我們說一行 我們這不管發展什麼就是要照顧來的 一定要照顧來的 你看這個單向很多協會 有一陣大家都說要改革 現在改革完成了嗎 我想是這樣 最近我們看這次 很多人你看看網路裡面 很多人對這個改革裡面都很有意見 其實我們不會說這要改革 實在是不應該說政府 政府當然要來督導 其實現在要改革的力 是在哪裡呢 就是說你奧會 自己主動說 我所有協會 這些協會都隸屬於的 我今天是奧會 我自己主動說 我這個協會 要怎麼改革 要怎麼選出來 這些隸屬上面有的 我想最近幾年來 大家最誤病就是 這種組成的過程裡面 有人覺得說不宜 其實這種協會裡面要怎麼組成 先進國家 有先進國家 有一個模式的 但是我們要把它想回來 我們台灣早期是這樣 我們台灣早期你看看 我們台灣最早期的 我們這種奧會主席 都什麼 都什麼出心呢 都獎軍啊 所以早期就是楊申將軍啊 楊申 然後就是李義錫 然後就是鄭委員 這都是一級上將的 你看我們左信那個地方 那就是以前的軍而已 所以以前就是說 這種軍跟政府 黨國是合作會嘛 所以我們裡面 以前的一些協會 怎麼產生 現在都在黨國裡面 會結合起來 過去就這樣 這是百分之一百 黨跟國跟奧會 大家都緊密在一起嘛 但是現在已經 我們經過解延了 現在已經變成民主社會 發展了 有多黨的制度嘛 那就是政治 所以這相對就是說 未來 這個結構 可能也要去符合民意 現在那個結構還沒打破嗎 應該基本上是沒打破吧 沒打破 應該是這樣沒打破 所以我們剛才說說 今天要改革這個 所以要給黨國把持 黨國 應該是 不要說一黨 去把持 上次就有很多人的思維 那就是文化在傳承下去嘛 所以應該是 遵到進行的做法 在影響這樣 所以這東西 應該是 自己要去解放 你奧會 自己解放 自己說改革 這樣才有辦法來發展 最重要就是說 今天這個奧會 不要再說體育 這不是體育呢 我們經常都說體育 體育叫做體能教育 體能教育 這是屬於教育的東西嘛 我們今天出去跟我們比賽 東西都叫做sports 是叫做運動 所以運動這個奧會 運動跟體育不同 沒效果 那是沒效果 我們台灣就很奇怪 跳運動兩個人奮用 這是不對的 什麼叫sports呢 sports就是按小孩 在媽媽的肚子裡 胎 胎動 胎動 生出來之後 在肚子在爬 遊戲 後來就是米燒吹 躲避球 倒牛 有的沒有 這都沒有規則 很自然的 身體活動的東西 到有規則 有規定的 又有選拔 而且又有規定 不能吃油 盡量 很嚴重 用胎動跟奧年批克 拿金牌 這整個serious 這都叫做sports 這都叫做sports 這叫做運動 這就是sports 運動 那體育是什麼 體育是在學校裡面 他就要求學生 健康體能 你的心肺功能 你的身體指數 BMI 你柔軟度 肌力 肌耐力 是說 每個人健康就好 這叫做體育 體育沒標是這樣 所以像在日本來說 日本是高中醫學 才叫做體育 台北上去 台北上也叫做體育 普通體育 不是這樣 在日本的時候 你說 你高中醫學 他就叫做sports 喔 台北跟小學 都叫做sports 你看看 像在美國也一樣 你那個 主持人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我們有這個運動會 體育會 美國台北裡面 沒有體育會 他是沒有體育會的 所以現在你看看 美國 美國 拿到39塊金牌 總獎排數 百幾塊 對 他的 國家人口 三億多 他拿到39塊 你看看 14億人口 拿38塊 對 總獎排數 八十幾塊 所以有人在說 中國 的這種 鐵金牌 尤其是機器 機器人 在鐵金牌而已 所以今天 你說 剛才我說 鐵國那種黃金計畫 應該是騎 你說健康 休息 鐵靈 發展 人家有鐵力 就是國力 這很高等 我想 整個月也是要回歸 常態 應該是說 你剛才說的美國 是說 這個德國 他們是 為了 為了運動 而 拿獎牌 中國是為了獎牌 而獎牌 應該是這樣 是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前任行政院體委會的主委 楊總和 楊主委 楊主委也擔任過這個 台北市體育局的局長 也是 彰化師範大學的這個教授 後來是 台北市體育學院的 學院的校長 我們先休息一下 當我們體內 和某的濃度下降的時候 我們就逐漸老化了 因為我們成年之後 某的濃度就會逐漸的下降 造成端粒基因 也無法再次恢復端粒基因的長度 因此老化就發生了 因為端粒基因的長度 就決定了我們是否年輕 所以維持理產的荷爾蒙的濃度 也就可以 維護端粒基因的活動力 來維護端粒基因的長度 讓我們保持年輕健康 近年來 有許多研究也證實 體內的荷爾蒙的濃度 也影響了我們 學醫中 幹細胞的功能與數目 比如說我們年輕的時候 學醫中也許有十萬分之一 是幹細胞 但是當我們年老的時候 只剩下兩百萬分之一 只剩下原來的二十分之一 因此可見 和我們的濃度 跟幹細胞的數目 是息息相關的 康健是楊榮強院長領軍的醫療團隊 2002年創立於台灣台中 至今已經邁入了18個年頭 楊榮強院長是全亞洲第一位 引入全方位荷爾蒙療法的醫師 他在2013年發表了 荷爾蒙決定幹細胞的數目 更寫了一本著作 《破解老化 荷爾蒙加幹細胞的奇蹟》 在康水老界引起了一片蜂巢 他更是亞洲唯一執行 赫克斯面臨療法的醫師 目前幹細胞的治療發展得非常快 主要是因為幹細胞有修復替代再生的功能 因此許多老化的細胞組織 能重新獲得正常的功能 許多過去無法治療的 無法根治的慢性疾病 未來都有被治癒的可能性 簡單來說 荷爾蒙是來維持細胞的年輕 與發揮正常細胞的功能 幹細胞確實可以有修復 然後取代跟再生 讓老化的細胞組織 發揮更新它的功能 這兩者互為因果 兩者的結合 這會讓老化與老化相關的疾病 可以獲得相當好的療效 赫克斯療法就是基於以上的兩個理論基礎 結合了荷爾蒙與幹細胞兩者的功能 讓它兩者互為因果 發揮最有效的功能 如果說我們把幹細胞 看成一個很神奇的種子 那我們人體這是一塊鐵 因此在播種前的準備 與播種後的招呼 都會影響這個組織 是不是良好的發芽與成長 所以在細胞治療前 體內荷爾蒙的調理 與治療後體內微環境的維護 都是影響幹細胞 是否正常發揮的功能 最重要的關鍵 康健一路來是為高端的人士 提供了全方位的抗衰老療程 讓企業家在奮鬥的過程中 充滿活力與精準的決策力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我是鄭鴻儀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前行政院體委會的主委 楊中和楊主委 楊主委也是運動員 應該這樣講 你是1970年特鐵專 是 專攻田徑 田徑 主要是中長距離 對 我科鐵專的時候 就科八百公子 對 哇 這個厲害厲害 那 這個 我看你英文也說得很好 沒有沒有 你有去美國特色嗎 是 是 那 我再請教就是說 像韓國啦 我看他在射陣 我覺得我們 如果說我們的爆發力 或是說我們的新冠 等等 要開熱的 要彈跳的 我們要尊重輸 我覺得有些安靜的運動 我們應該是不 如果苦練應該不用輸人嘛 譬如說射擊 譬如說射箭 如果我說射陣 韓國怎麼跌跌的 跌跌的都10分10分10分 但我們也射得很好 可是我們如果9分還是差 那我請教你 他們是怎麼做的 我相信是這樣 這個東西我們應該會拿出來 是 其實可以先這樣說 你要做一個森手裡面 需要具備的 那個運動員 這個基本條件 裡面大概有人分析起來 就是說大家可以接受 就是有差不多6的因子 速度 酸手裡面做一個好的酸手 就是說禁忌的酸手 你就是要有速度 對 第二就是要爆發力 英文叫做power 第三就是你的敏捷性 叫做壓力 第四就是你的平衡性 第五就是你的協調性 第六就是你的反應時間 這基本就是這樣 其實你說韓國 他們這樣也是沒有 就是沒有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 拿到金牌 拿到諾貝爾獎的人 其實同等 一樣聽到應該 同樣一個物理學獎 那年要拿到諾貝爾獎 大概差不多50的人 跟他們都相當嘛 你說像這些殺真的人 對 應該要拿金牌 應該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天使地利人和 運氣也很重要 其實都是伯仲之間 這樣齁 是 那 我們來講這個正名運動 是 你有感受到今年 氣氛沒什麼一樣嗎 是 全世界都在台灣講話 是 有什麼 我想這個正名的問題 實在是三年前 我們這次公投沒過 其實是很沒差 但是現在經過這次我們的選手 所以我不知道說 很感謝選手 這九年 打拼 讓台灣去世界去看到 所以現在有些人可以說 請你是台北 是在哪裡 到哪裡都找不到 但是這個國際奧會憲章 第30條 他就有這樣寫了 你一個代表隊 你的這個名 要能夠反映到你的領土 的範圍 還有你的傳統 這個說 我們過去 有這個奧會去 國際奧會給你除名 為什麼去除名呢 因為以前我們的奧會 就是都去跟國際奧會說 說他要改名 所以 1956開始就是用佛摩沙 然後1959我們就在改名 1956 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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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 他就在改名 改ROC 他就很認真 去改 因為那時候 他可能想說 我們在聯合國會員國 他就在說 我要改ROC 但是 那個IOC 他就這樣說 他說 你的治權 你的地理位置 都不及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地方 那是已經有另外一個國家 在那裡 只不過他說 他也不敢於聯合國 這樣而已 所以一直沒有讓我們用 這個 對 沒有讓你有這個 中國的 含義 去重疊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不知道 我們用一個 佛摩沙的名稱 然後1959去除民 除民 1960 1956我們就參加了 用佛摩沙 佛摩沙 所以我們以前參加的 國名就是 福爾摩沙 1956是多名 1956在墨爾本 澳洲 然後1959 在那個人說 要改ROC 結果人家說 你很老的 這個問題就是違反 奧運憲章30條 不知道到最後人家說 除民啊 他說你在那裡 要改ROC 除民啊 到1959 因為1960 就要 羅馬奧運了 對著 你沒有回憶了 所以到最後 我們就重新去申請了 申請結果 他也沒要給你IOC 怪怪就是用台灣啊 那也是蔣宗正做總統啊 所以我們就 1960年 還加入IOC 我們就是 國名就是都叫做台灣 六四也是台灣 六八也是台灣 六四到日本嘛 在日本 1960是在羅馬嘛 那年就是我們洋川崗 拿到十分的銀牌 那年啊 1964就是東京 對 東京那時候 他的省會有來我們台灣呢 所以台北特洋中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毛工頂啊 做一個省會在那裡 那時候過境 上山紀錠來的 省會有在那裡嘛 那個叫毛工頂 來在紀念嘛 這個1964 然後就是1968在墨西哥 南也是用台灣啦 那年就是我們的紀錄 我們的飛鳥領養 他拿到那個 80滴蘭的這個蛋白 是 所以我們台灣用三邊的 三邊用台灣的名字 一邊用FORMOSA 對 那再來呢 再來到1972年 1972就在木尼黑嘛 在木尼黑奧運 那時候 1972嘛 1972前一年 我們就去聯絡國拿出來嘛 可能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1972 在木尼黑 我們就說 這次我們用ROC了 我想那時候 不管是奧會 國際奧會 那是中國 中華人民說的 他可能不在意了吧 他說 你聯絡國務 我 這個取得 唯一的中國的代表權啊 對 所以那年 我們唯一一次 用中華民國 用我們的國際 用我們的國歌 下去洛杉去參加比賽 那是唯一一次 之後 我想中國可能很幸福 中國一定很幸福 說 我還給你這樣 國際 你的國際 中華民國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就傳來1976 在蒙特勞啊 那也 不好意思 我差點說 因為1972年 如果是這樣 你想像說 在建廠的時候 他們介紹的台灣是 Republic of China 要介紹中國的時候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 老外一定搞不清楚 哇 怎麼有兩個人 是 所以中國比較不熟 所以開始跟施壓改變就對了 對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1976的時候 我們的選手也都已經在蒙特勒了 我們的選手 因為 那時候的選手很多都是發狂 有的就先進去蒙特勒了 也很多都是我們台灣企業 我們台灣企業都在 底特利機場 比較挖 那個 加拿大那個邊境 都在那帶面 對 在那帶面啊 結果我們也一直 要說用這個 1972那三頭啊 國民國企國歌啊 結果就用動調了 對 動調到加拿大 這就有人出來協商嘛 美國他幫我們很多忙嘛 包括美國的總統福特啊 他也幫我們去協商啊 他說這樣啦 還叫以前的模式啦 六零六四六八的模式 台灣 台灣 國旗 國歌不變 嗯 就是說你可以用國旗 還可以用哪些國歌 嗯 只有那個國名 代表隊的名 用以前那三次的台灣的名 對 結果 我們在那裡的代表 就 團小姐回來跟我們台灣嘛 我們也知道 在1976那時候 我們台灣下頭 就是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嘛 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過世了 過世了 對 總統是原家幹啊 原家幹他是 有人說他是 虛位元首 還有蔣經國說不行 三個 不能欠一項 他說 台灣不行 用台灣 不接受 結果就退賽 對 所以退賽後 我們台灣在奧會裡面 又去給人家除名 所以我們可以說 所以 1976我們沒有比賽 沒有 他就直接回來啊 你甚至於1980 我們在1979 又去給人家除名 你退賽 退賽 他只能給你除名 所以我們 台灣參加奧林比國裡面 有兩次 來 去給IOC 就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給你除名兩次 都是我們要求證明 中華民國 然後 人家不接受了 結果都要給你除名 對不對 我剛才說 奧會 憲章第三個 三個條裡面 說說 你一個代表團 你一個國家 你去參加的時候 你就要能夠反映到 你居住 你的領土所在嘛 這個領土的所在 這樣就是用這個名 我剛才 剛才有在說 這個東奧鎮明的情形 各位不知道 會記得之前 有一個叫遙遠潮 有一個遙遠潮 就是遙遠潮 叫IOC 說 他裡面去誤導 IOC 他第一個誤導 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現在看 這個遙遠潮你介紹一下 遙遠潮 就是以前一個項號 提供的 提供的一個項號 然後 以前是那個 軍事的反映 反映 所以英文不錯 所以提供之後 奧會 還請他去奧會 去做一個 一組的組長 中華奧會 中華奧會 對 科樂府就這樣反映 反映 他就已經提供之後 那時候 遙遠潮去消費 IOC的時候 就八十幾歲了 你知道嗎 消費去IOC裡面 他要說 最主要就是要說 這個政府 跟民間 在退這個 這個鄭民 就是要台獨 要獨立 他裡面還說 這個台灣 他就 剛才倒邊說 他的解讀 七一節 憲章第三十條 他說這個 地理位置 他說 台灣 沒有涵蓋到金門媽祖 所以他說 其他要涵蓋到那裡 就是要有China 要有Chinese 他就這樣說了 不可以用台灣 他在七一節 就是這樣去蒙騙 這個IOC 另外 特別說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他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他自己否認 那關鍵裡面 那關鍵裡面 我相信網路裡面 都還有 他自己否認 這有很奇怪的人 你今天是中華民國的軍人 你還在中華奧會 你還在中華奧會 你今天有提供金 又去奧會民間團體 你還在中華奧會 第二份薪水 你今天下了之後 這個證明的東西 因為你最清楚的人 結果你要做這種事情 去抓的時候 他就這樣去投書 他說我們違反什麼會 政府干預到中華奧會 這個誤導 誤導之後 IOC有來問 有來問中華奧會 中華奧會 那時候秘書長有一個小信 他去到 他也要答覆 他問你是不是國內 有這樣 是沈怡婷 沈怡婷 以前開始的記者 對 他就來問問 有些政府的主席 是不是怎麼樣 他還沒有正面去回答 他就說 因為姚淵塔 前面就說 今天民間發起 東奧證明 政府直接要更明 直接要改名 他直接改名 他說這個代表隊 這個黑白亂說 你看看這個 2018年 推這個 證明的時候 那裡有一個主文 公投主文 這個公投主文裡面 申請 他好像說 你是不是要同意 以台灣為全民 申請參加 就是說你如果公投過之後 我們再申請 去申請 你如果不準我也沒辦法 對澳會裡面 普通要準不準就是 叫做執委會 執委會 要準不準 但是我們可以去說明 台灣屬性 我現在治權 我的領土就在這個台澳去附金 所以我這個地方 台灣比較符合這個名 申請 他還不跟你說 我們要直接改名 對 直接要改名 公投過了就要直接改名 直接改名 不然那個 Ioc 那邊就來一個問說 你這樣我不同意 我這樣不同意 因為你自己改名 怎麼可以自己改名 這已經公投主文 已經寫得很清楚 要申請 對 我們應該是要按照 國際澳會裡面 遊戲規則 理解過程裡面 其實我經常說 這個證明 也不必要說民間來推送 你澳會自己就可以去申請更民 對 不用繞 就連署 現在 要花很多人力 物力的 是 我們可以這樣說嗎 所以 我們要證明 要申請 中華澳會的角色很重要 對 這就這樣 中華澳會好像是 政府拿來沒辦法 應該是這樣 剛才我說 我們 我們 這種以前 我們的澳會 跟國家 黨國 那個時候澳會 黨 那就是國民黨 國家是緊密結合 你說以前的時候 他一定要澳會 要怎麼做 政府跟他說 你怎麼做 他都會配合 其實你自己 中華澳證明的時候 在那些謠言潮 去消費 去告狀以外 我們國人又怎麼配合他 只要配合他 澳會 再進去左訊 去叫選手 連署 說反對這種 證明 這種公投 叫我反對 他說這樣 我們名字 他叫獨立 你們沒有辦法參加 奧林匹國 你澳會 自己說不清楚 人家是申請 要申請 這哪有可能 我今天去給一個 說我要改名 我的名字 很難聽 我要改一個名字 連我的國標 都給我獨立 還有這種得力 沒有這個得力 我們要申請 申請 如果說沒過 你也是 還要回來 原來的總法 台北參加 所以這個選手 這是申請而已 共同國要申請而已 申請而已 申請而已 對嗎 總會拗會 對 總會拗會 這很多人都因為 看他叫選手 叫教練 要去聯署 要反對 選手是要整排 出來反對 這你要說 你沒有參與 沒有什麼 所以姚原草 他說沒有人指使 這沒有人會相信 是是 邏輯性有問題 姚原草要怎麼寫 姚就是 姚啊 女字旁 姚文字的姚 圓就是一口兩口的圓 減血力圓 潮是潮汐的潮 噢 三連水的潮 三連水 這個人要低的嗎 這個人應該是要低的吧 噢 那一十三年前 那一陣子 像我來印象沒問題 應該差不多八十五六歲 了解 我看身體很壯的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前任行政院體委會的主委 楊中和楊主委 因為三年前 推動動奧正名 我看楊主委也參與很深 花了很多的心思 雖然沒過 但是重點還是 他做了徹底深入的研究 這個事情才重要 所以有人說 啊 我們喔 會這樣 會去弄除名 我們的運動員 沒辦法比賽 那事實是如何 再來就是說 民進黨的態度 到底是什麼樣 等你再告訴你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當我們體內 毫膜的濃度下降的時候 我們就逐漸老化了 因為我們成年之後 毫膜的濃度 就會逐漸的下降 造成端粒基因 沒無法再次恢復 端粒基因的長度 因此老化就發生了 因為端粒基因的長度 就決定了我們是否年輕 所以維持離產的毫膜的濃度 也就可以維復端粒基因的活動 來維復端粒基因的長度 讓我們保持年輕健康 近年來有許多領舊也證實 體內的毫膜的濃度 也影響了我們 隨意中鋼細胞的功能與數目 比如說我們年輕的時候 隨意中也許有十萬分之一 是鋼細胞 但是當我們年老的時候 只剩下兩百萬分之一 只剩下原來的二十分之一 因此可見 毫膜濃度跟鋼細胞的數目 就是息息相關的 康健是陽榮牆院長領軍的醫療團隊 2002年創立於台灣台中 至今已經邁入了18個年頭 陽榮牆院長是全亞洲第一位 引入全方位荷爾蒙療法的醫師 他在2013年發表了 荷爾蒙決定幹細胞的數目 更寫了一本著作破解老化 荷爾蒙加幹細胞的奇蹟 在抗酸老界引起了一片蜂巢 它更是亞洲唯一執行 赫克斯密療療法的醫師 目前幹細胞的治療發展得非常快 主要是因為幹細胞有修復替代再生的功能 因此許多老化的細胞組織 能重新獲得正常的功能 許多過去無法治療的 無法根治了一些慢性疾病的 未來都有被治癒的可能性 簡單來說 荷爾蒙是來維持細胞的年輕 與發揮正常細胞的功能 幹細胞確實可以有修復替代 跟再生讓老化的細胞組織 發揮更新它的功能 兩者互為因果 兩者的結合 這會讓老化與老化相關的疾病 可以獲得相當好的療效 赫克斯療法就是基於以上的 兩個理論基礎 結合了荷爾蒙與幹細胞兩者的功能 讓它兩者互為因果 發揮最有效的功能 如果說我們把幹細胞 看成一個很神奇的種子 那我們人體這是一塊鐵 因此在播種前的準備 與播種後的招呼 都會影響這個種子 是不是兩把的發揚與成長 所以在細胞治療前 體內荷爾蒙的調理 與治療後體內微環境的維護 都是影響幹細胞 是否正常發揮功能的關鍵 康建一路南市為高端的人士 提供了全方位的抗衰老療程 讓企業家在奮鬥的過程中 充滿活力與精準的決策力 好 歡迎繼續收聽 今天報道全世界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前任行政院體委會的主委 楊宗和楊主委 那楊主委你以前 應該你也是會經常帶隊 國家的隊出國比賽 感覺受過收入 我想我是1994的時候 就是大專體種裡面 他就叫我帶隊 裡面擔任不同的職位 合格局 世界大學合格局比賽 所以開始的時候去 1994去西班牙 應該是整個發展過程都要正常正常 那就是說裡面 剛才跟西班牙去報道的時候 他的我的發展 我們整隊的發展都給你寫China 台北 有個識別證 對 識別證 我就去跟台灣去翻譯 我說我們叫做China是台北 其實西班牙語我不會照 你知道嗎 他就給我一句話 他說 我們西班牙語裡面就沒有China 我們都用China 所以我十多年都認為他在騙 你知道嗎 我才問一個西班牙語的人 他就跟我說 那西班牙語的事實就是沒有China 是這樣的 所以說 我們在文化裡面 隔閡 這如果不賣的時候 會去做成很多五歲 這是第一次 1994去西班牙渡到的情形 另外一次 我是在2000 控告還是20 那個 我們的身障 我們的身障委員會就是 他們都叫做殘障 殘障體重 其實因為我本身台北特殊教育 應該是 應該叫做 身障 比較對 有點現在的帕運 帕運 對 對 帕拉林 帕運 那時候 他就 那時候 理事長就請我帶隊 帶射擊 我就去捷克 去捷克比賽的時候 要開幕 要開幕的時候 他就叫我們的隊 陸長 要去接在中國的後面 他說接在他後面 我就跟台北裡面說 按照1981那時候 大家拼好 我們是T字型出場 T字型出場 不應該說在西字後面 對 我們就是進行 北京奧運2008那時候 拼了 拼了 拼了之後 幾年半 這種國際的射擊 身障 他就為什麼叫你 比照 這個北京奧運 那種模式 所以你如果拼了一個後面 你就很難處理 結果跟他說 他沒有要照顧 沒有要照顧 我就想說 這隊在後面這樣不行 所以我沒有跟台北這樣說 我說 請抱歉 我們喔 特地會參加你這個開幕 但是 我們沒有要下去繞場 我們就在那個旁邊看台 我們就在那裡管理 所以最後就沒有下場下去繞場 不然你繞到那裡 我們就知道 繞場沒有繞場 沒有繞場 我們就先說給他聽 我說我們國內裡就是這樣 過去的傳統就是這樣 一定就是T字型 就是在C字型 對 絕對不能說 頭前是China 然後接下來Chinese Taipei 是 結果就都變成了 再來就是China Hong Kong 是啊 China Macau 對 這就像2000公佩 勝貝以前 旁邊做總統的時候 沒有要來的 那時候也知道 他一定就是 是要幫你外宣 要跟你說台灣就是 他中國的三個屬地之一 所以他勝貝在傳遞的時候 就這樣越南 直接飛到日本那裡去 對 然後 繞過了 就說跳躍過台灣 後來日本那路 還經過台灣 對 香港 還有二門 然後要進去北京 他就要對外 說這些都外 對 對 對 那 那 現在我們這樣說 就是說 中華奧會紀念這麼重要 所以中華奧會 好像 好像又是 很有黨國儀序嗎 可以這樣說嗎 應該是他的文化 應該要受到過期的文化 這個影響 這個文化是很重要的 對 一個文化 要改喻 就是說要有配套 這樣過了 其實我們現在 到這個時候 台灣捷炎 已經有很多人 對不對 台灣已經 總統也 1996開始 民選了 民選 所以 我記得中華奧會的 秘書長現在好像 是以前 郭敏東時代 國王部長孫政的 兒子 他本來要做秘書長 但是他就是 台北市立 在家裡 因為你做秘書長 他想說 要好好戒掉 戒掉來奧會 但是我們的政府裡面 有規定 你今天戒掉 因為奧會 他號稱叫做民間團體 所以你正 你在公立 公交單位 要調到奧會裡面 不符合 所以咱們沒有做秘書長 但是 應該是屬時 都在後面做 一些顧問的工作 應該是說 實際上 台面是沒有啦 台面上 不是他做秘書長 那可以說 中華奧會是比較順利 那種文化 那種屬性 那種氛圍 是比較國民黨 還是比較偏 比較親中 應該基本上 你看上一次 在東奧 證明台灣的時候 你看看那種氛圍 有反對到底 這個可以證明 就是這樣 台灣證明 他們反對就對了 對 其實中華奧會 應該要回歸 就是說 多黨 制度 大家怕一個民主的嘛 你就所有一定 要透明化 對 這個奧會 你看很多國家 你看 2016的二月奧運 他們的奧會主席 就是以前 他們巴西的 排球國手 他做奧會主席 對 世界很多國家裡面 主席都是運動員 來證明 我是夢想說 這個奧會 這種東西 應該讓我們年輕人 像這次選手 大家都很優秀 年輕人 後運動員 如果有處理 國際奧會 這個 他跟他裡面做 他很鮮少 現在最好的 是 他外面也好 對 世界還有地名度 他可以替我們外交部 來做這種外交的斡旋 還是說去選團 有的沒有的 怕是跟那個 還有台灣心 是啊 還是說看他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過其實是應該去 敦勤他 出來做這個工作 總統奧會 現在民進黨 他沒辦法 應該 應該是這樣說 你說 這應該是 應該照說 你奧會 應該要配合政府 就是說我剛才說 過去 奧會 國民黨 國家緊密結合 其實世界各國裡面 沒有那種說 奧會跟國家 是疏離的 這兩個是 合作會 今天很簡單 一項事情 就是說 你沒有國家 你哪有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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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奧會是怎樣 天上落下來 是吧 你沒有雞毛 哪有可能生雞娘出來 沒有雞娘 哪有雞娘 這就是基本的一個 邏輯性的問題 是 所以 所以聽起來就知道說 我們如果是冬奧 我們如果是說證明 奧運我們證明 台灣隊 我們去獻祝 公道過了 我們去獻祝 那 尊重獻祝不過 我們的 這個 Chinese Taipei 也不會說沒有 沒有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再來就是 我們的運動完美 我就繼續比賽 民進黨了解這點嗎 我沒有了解 我相信這是可以這樣說 我們過去不管 一些政治人文 好像對這個 Sport這點 那就比較陌生 所以剛才那個時間 才可以用誤導去 應該經過 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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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沒有一件事 他只是申請 裡面那些公道 就說 因為大家都民主 大家都在國外 推卸 大家都是現代人 哪有可能說 反彈大家去走 我說我公道過之後 就直接在台灣隊 那不可能的事情 是 那 這個 丁邊 東奧正名的孫 民進黨的態度是怎麼樣 民進黨 這證明我是沒有說 很遵臨去他了解 但是基本上 因為我在做這個地方裡面的發言就是 民間要撒這個 難度很高 其實那時候公投的進行 連有人做過民調 他說這個公投會過關 結果倒出來之後就差700萬票 一個400萬 一個500萬 這應該最主要就是說 中華奧會的策略成功去了 選手不能參加 所以有的人 包括一些體育選擇 台下的體育選擇也是這樣 他說 他要維護選手的參賽權 所以我反對證明 他自己本身做體育選擇 他對這種奧會這種整個運作也都沒有了解 你一個體育選擇 體育專業的人你就沒有了解 你說民進黨的政治任務 他怎麼會了解 所以這應該就是我們以前奧會的東西就蓋得到 這就像我之前說 我們的國旗歌替代國歌啊 國旗歌替代國歌是1983年 我們去IOC告訴你國旗歌裡面有歌詞 這是什麼 山床莊莉悟參風 東亞成雄 這個中國一定受不了的嘛 一定叫他要改名嘛 所以1983年的時候我們再去跟人家簽喔 然後歌詞我們也都自己的代表去寫一個叫張彼得 他就自己去寫歌詞 之後也反作英文 結果也被蓋住了 蓋到2000控告台北 高雄市去寫歌詞 市民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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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聯合報民意論壇 我在投書嘛 我就寫 我想說 我們這個 國旗歌 這個改詞 應該要揭秘 你想想 經過幾年了 1983到2000控告 20幾年 結果 如果沒有人出來之後 那時候 是馬英九做總統嘛 2009 他的新聞局長 應該叫做蘇俊斌 蘇俊斌 對 蘇俊斌是一個年輕人三四十歲 他就 第一次人問 這個人怎麼算 賺別人 他都沒有回應 他都聽到人 你知道嗎 但是教會 一些國民黨裡面 威俗的人就出來了 他說不可以啦 這不可以 那是那個奧會 奧林匹克 奧林匹克 他說那是奧會裡面的聖歌而已 他說那不可以啦 後來還有一個小文青 說 說我 在台北街上 對奧會有改革時 沒有改革時 自己都都不清楚了 他現在 現在國內 學校裡面 都要唱這種 山川壯麗啊 哇 無關我們國內的改 我是說 你在國際 那個歌詞改 這就說 過去 他就這樣 暗黏 所以一般人 你說 剛才你說民進黨的情形 我想應該是這樣說 你這方面裡面 連體育選擇都不知道這種東西 嗯 從政的人 他也很無形 所以這個他沒有很清楚 我想現在這次 我們的選手會表演出來之後 外國人也替我們報區啊 他說 中國台北 在什麼地方啊 沒有啦 沒有這個地名 他說這就是方言 他說這就是方言 這是方言 這是方言 所以這次 我想我們的一些 那個 委員 立法委員 一些我們的代議士 應該會來 關心這個 啊 我是覺得這種東西 是要讓他透明化啦 民主化啦 讓選手 大家 別說用打壓 你會這樣騙 可以這樣拗 這是不應該的 你拗到就讓你拗 還拗五年十年嘛 五年十年後 他比較接受他了解 他就對你很萬分啊 好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楊總和楊主委 他說 我們在這個奧文 我們拿到金牌 這個奧會會齊 揮起來的時候 會唱我們的會歌 我們的會歌 就是以前的國旗歌 隨時那個國旗歌的旋律 是本來國旗歌的旋律 是沒有錯的 類似這樣 但是雖然 國旗歌的歌詞 已經被改過了 那個歌詞 好像張彼得 張彼得 改過 改做奧林匹克 奧林匹克 應該是這樣 是 所以我們是優秀不低啦 好像國旗歌 事實上不是喔 是 事實上不是喔 旋律式而已 好 那我看季政小姐 好像要再撒這個 巴黎 巴黎奧運證明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想是這樣啦 現在季政季節 如果再出來服務役的時候 我是願望中華奧會 自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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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所進退啦 你自己知道民間裡面 大家都像現在這種政應 他說 好啦好啦 我直接就來申請啦 對啊 我直接來申請 最好就是說 把三年前 他整個誤導裡面 最好出來服務役啦 不然是國內的氛圍 國際的氛圍 國際的氛圍 也是覺得說 台灣就是要成名 是 我想基本上 應該是奧會 自己去認識啦 我到底這個奧會 這幾十名裡面 我做多少個工作 你如果看美國的模式 美國的模式 他們的選手是什麼人 在培訓 都奧會啊 奧會培訓啊 對 不是政府耶 是都民間耶 今天我們的選手 是什麼人在培養 國家 都國家啊 一年在國家 訓練中心 其他學校的 這有的沒有的 一年超過一百億 都國家導致的 都國家在培訓的 所以基本上 你怎麼可以說奧會 不需要跟政府來配合 你說不得過啊 不得過 不得過他就是沒有的 對啊 我是裡面有意識形態啦 對 跟利益啦 對 其實這裡面也有殺手鍵 有殺手鍵 這是我現在 我是不方便說的 其實很簡單的嘛 那裡有殺手鍵 對 裡面有啦 那不可以說 現在不可以說 先我保留一下 那你的殺手鍵 有跟民進黨說嗎 沒有啦 我是都自己心裡 其實要怎麼處理 這一定都有方法的 都有方法的 我說實在啦 因為齁 如果像這樣 中午後會這樣 還是單向社會 都一樣 都是那一定人在控制 我 我要找人來接班 也要找我 和我一樣的 所以這很難改 是 所以我剛才不知道說這句話 其實這個 他們都叫做體改 體改 應該是要叫做運改 運改 運動嘛 運動 sports這塊的改革 其實這塊改革 我剛才已經說了 其實 要改革可以成功 就是你奧會自己出來改 你說你 那就不可能 對啊 我也不知道這塊就是 不是說我們進展沒有 所謂叫做國家體育法 你怎麼修法 怎麼修法 那就沒辦法 對啊 沒辦法 好啦 三首先你要去跟民進黨說 哈哈哈哈 對吧 讓他們知道方法 我們 我們也不是說要去搞獨立 我們也不是說要去搞獨立 我們也不是說要搞獨立 我們也不是說要搞獨立 這就是證明 台灣就是台灣 是啊 不然要說特別什麼 台灣共和國隊 對啊 你說你讓你獨立 你說你如果說 沒有要讓你 對 對 美國沒有跟你生人 我們現在是要證明 是啊 要按照民主的程序 對啊 民政党頭上 不能把那些什麼Chinese 對啊 對啊 後面也不是台北 對啦 台北是要代表台灣 對啊 所以不知道有人說 這次很多選手 屏東來的 台南來的 不是台北市 台北這次選手 六十幾個 是台北市的 對啊 這是跟全世界講道理 是講得通 是啦 好話跟說人家就聽了 是啊 好 我們今天 這個邀請到的是 前行政典體委會的主委 楊宗和 楊主委 感謝楊主委 跟我們說這麼多東西 他有很輕的研究 謝謝主委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